在未来,死刑将会被截止取代 死刑犯由受害人的家属决定截止掉哪一部分 直到家属解气了,愿意签下量解书才行 而第一个感受该刑罚的人正是冰坎 当初杀人只是因为自己咳了药,情绪直接崩溃 剑毒员在角落劝他看开点 通常这样第一个受刑罚的人只是做的样子 万一他们脑子不好,想截掉你的头发或者支架杆呢 手术结束后将会作为一个典型,全国巡展 悉悉当天受害人家属都提前来到了医院 他们可以在玻璃窗前观看整个手术过程 父亲拿起审讯电话 家属一声令下,医生便开始了工作 这次避害失去了他的幼稚 等他恢复好了后,就被预警带到了各个学校 如果你们将来不遵纪手法,就会变得跟我一样 避害眼里满是愤怒和不甘 很显然,他并没有真的忏悔 你以为这就完事了吗?并没有 没多久避害迎来了他第二次手术 家属要求切掉他的右臂和左腿 这一次小女儿没来 手术进行到一半时 大女儿便面露不忍,转身离开 只有父亲带着泄愤的目光,观看完了全程 手术结束后,男人没有了之前凶狠的目光 在床上奄奄一息 麻药过后的疼痛,让他抓心脑干 等他恢复好了之后,又被带去了一所学校 这次他没有了之前的凶寒 眼神里满是哀怨,柔弱的说着话 即使被学生鄙视,也只是低下头小声抽气 他终于后悔了 可家属却觉得仍旧不解恨 避憾第三次送上手术台 这次他失去了仅有的右腿 现在失去了四肢,彻底变成了一个废人 只能靠着别人过活 监督员安慰他,这应该是最后一次手术了 毕竟也确实没有什么可截掉的了 这段时间也有很多人声讨 说这种刑罚过于残忍 可仍然没能阻止接下来进行了手术 冰汉又一次躺进手术室 失去了一个肾和一夜肺 摘除掉的器官被音乐卖到了黑市 此时冰汉已经记不清自己进行了多少次手术 他的思维开始麻木 人也仅仅只能成之为活着 可手术并没有就此停止 第五次手术,他失去了作为男人最后的尊严 第六次手术,他失去了耳朵鼻子和舌头 冰汉躺在床上苦苦哀求护士 可护士也无能为力 只有受害人的家属才有权利终止手术 从那之后冰汉再也没有哭过 他好像还活着,也好像已经死了 最后受害人的父亲终于统一终止了手术 但冰汉的痛苦才刚刚开始 他被安排在医院顶楼 即使身体残破成这副样子 每个月还要去社区和学校巡回展览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第五次手术的消失,死刑是对罪恶的消除 对受害人的一种惩罚 可当他被截肢替代,用这种方式 给被害人家属泄愤,有真的可取吗 换个角度想想,这对天生残疾 和意外失去肢体的人又会有何种不公 毕竟不是社会上所有人都有耐心去了解 你是不是罪犯 是否是因为犯罪而失去了身体 大家觉得呢 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啦,我是欧美丽 我们明天再见吧